除了到浦东去赏花 明天2018金山田野百花节也要开幕了 那儿的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 在金山的旅象镇 就将为市民提供万亩水果公园农耕文化休闲赏花区 在这里面包括了盘桃园 叠近湖 车近公园等等 那我们的闻得了 桃花石里灼灼其滑 旅象水果公园是本届田野百花节的核心赏花区之一 眼下五千亩糖花已经盛开 远远望去一片粉红 宛若仙境 只身其中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 在旅象水果公园 大片的桃树已经率先开花 朵朵桃花如粉色的云 为这个春天增添了不少亮色 像我们水果公园 整个连片是五千多亩的一个盘桃树 盘桃花 桃花都已经陆续的开放 除了我们的桃花呢 我们另外还有我们油菜花 以及沿路种植一些二月兰 还有沿路的一些草花 这样也是都是陆续在开放 除了赏花及草坪垂吊 水果舍把 野炊 烧烤等常态化的活动之外 景区还开发了一系列特色活动 如百花仙子评选 千人瑜伽 百花节摄影比赛等等 记者了解到 今年百花节主要赏花区分布为一带一元五区 赏花区主要的花会有梅花 桃花 油菜花 樱花等25种 花期从三月份一直持续到五月份 金文坊记者朱磊 杨佳杰报道